浪漫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本期我们主要想谈一谈 室外种植 或者说是露天种植这个茄子 怎么样才能够取代一个高产量 首先傅老师给咱们朋友们的建议 是这个茄子 要想结果多 产量高 就要防止这个坠秧的现象 我们就要给它用绳子 给它系一下 因为茄子有些品种高度 可以达到1米6 1米7这个高度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适当的 用绳子给它进行攀附 以防止这个坠秧的情况出现 那么如何解决呢 那就是说咱们可以在 这个两头 在这个木桩 然后给它拉过去一道铁丝 然后给它系绳 这个是咱们露天种植 第一个小技巧 第二个小技巧 就是说大家看看 这个茄子上 你看 现在这个白粉丝呢 是特别多 这个白粉丝 那么在露天种植 实际上是危害比较大的一种害虫 首先呢 就是说这个白粉丝呢 首先在茄子上呢 它会形成一些褶皱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白粉丝啊 这个分泌物啊 越积越多 就会导致这个叶片呢 这个整体的发黑啊 很像一层这个霉状的霉雾 所以咱们统称为是霉雾病啊 所以说这个防止白粉丝上啊 傅老师给咱们农户呢 建议呢是 你可以去使用赛冲琴啊 加上吸霉虫肝的 喷药的时候怎么喷 夏季的时候啊 就在这个露水就干以后啊 也就是在这个九点半之前啊 或者说是在下午啊 这个六点钟之后咱们再喷 因为白粉丝啊 也是晚上工作啊 那么白天呢 它就会找地方去进行躲避高温了 这是它的一个生活细性 第二种方法呢 有些人说这个傅老师啊 我不想打这个农药 可以啊 可以 那您呢 可以适当的去挂一点这个黄板 也可以很好的进行沾腹杀面 好了 希望傅老师讲解的这两个小技巧啊 对咱们露天种植这个茄子呢 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呢 基本上您可以达到就是一个一二 啊 一个茄子啊 农妹朋友大家好啊 本周没见面了 相对于咱们红薯种植户来讲呢 就是种植比较早的情况下呢 现在已经出现的裂缝 那么现在拔开这个快径以后啊 已经出现有这个快径形成了 已经数以是一个膨塌期了 那么在这个膨塌期的时候啊 呃有些粉丝朋友呢给我留言 说这个红薯啊蓬大期的时候 到底应不应该去浇水呢 有些粉丝朋友呢认为是 不应该浇水或者是小水的去浇 为什么呢 这个红薯啊一旦入浇去储藏的话 如果说咱们大水去浇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啊 就是说咱们在储藏期间呢会发生腐烂的一个情况 他们认为呢是应该是小水浇 其实我认为啊 这个红薯呢 它在出现裂缝期的一个情况下 本身就属于是一个膨大期啊 红薯干物质迅速积累的一个过程 啊我认为啊 这个时候呢 应该去大水去进行浇 啊这个跟后期啊 这个储藏呢 出现腐烂这个情况呢 是不相矛盾 也不冲突的 因为您后期出现这个腐烂呢 储藏情况下呢 主要是跟您的这个温度条件啊 或者说使用一些保鲜剂 有关系啊 跟这个大水去进行浇灌 没有关系啊 而且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需要去进行大水 去进行浇灌 同时呢 一定要去配合这个裂缝肥 而这个裂缝肥呢 一般建议啊 咱们呢 可以去使用一些高钾肥 或者说是 也可以去使用绿化钾 同时呢 一定要记住 咱们要配合一些像钙 棚 这种中微量元素肥料 一亩地呢 比如说咱们 要使用这个高钾肥的话 使用15公斤到20公斤的话 那么咱们中微量元素 像钙和棚呢 一亩地可以建议使用到 4到5公斤 这样的一个量 为什么咱们要去配合 去使用这个钙 这个红薯啊 在后期 也就是说棚大 在棚大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降肥来供应的 但是呢 也得需要这个钙肥 否则呢 咱们这个红薯啊 在刨红薯的时候呢 有没有发现 这个红薯裂缝的一个情况啊 特别的多 这个情况 就是咱们这个 没有使用钙 大家一定要记住 钙和棚呢 是一个绝配 要想钙的发挥作用比较好 那么首先你要配上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么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一期啊 我们来聊一聊 红薯这一块 这两天的雨水量比较大 啊 导致呢 这个红薯呢 不管是种的比较早的 或者是种的晚的 现在呢 都已经风龙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呀 咱们好多的农户啊 就又会出现重复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侧根呢 尤其在下过雨之后 土壤呢 特别的湿润 疏松 这个时候啊 就会出现大量的侧根 啊 这个侧根呢 它就会下扎入土 一下扎入土 如果说 我们不去管理它的话 这个地方呢 这个侧根呢 以后也会形成属块 也就是说可想而知 啊 这个侧根呢 结的红薯呢 就会和主根结的红薯呢 快进就会去蒸养粪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红薯呢 长得都不会大 这就需要我们呢 在管理的过程中 要么呢 红薯去使用空旺剂 空旺剂在什么时间使用呢 就是说在这个封笼之前啊 将要封笼的时候 这个空旺剂啊 可以选择这个 吸消座和矮状素就可以了 嗯 那么这个量上啊 我呢 是不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去过多的 这个使用大计量的啊 可以呢 一次 两次 三次空旺 这样子小计量的就行啊 来控制呢 红薯的这个 茎的生长长度 来给它降低营养消耗 来促使那么主根 它的快径的蓬打 呃 另外呢 咱们说到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侧根 它既然会跟这个主根下面的快径呢 去竞争养分 这就需要我们呢 去进行这个提问 但是有一些农户啊 现在还是怎么做呢 就是直接把它给翻过来了 我呢 是不主张咱们去进行翻啊 我呢 是建议咱们的轻轻的给它提一下啊 提一下就行了 只要把这个侧根呢 能够脱离土壤就行了啊 为什么不建议去翻腕啊 因为红薯腕 在翻以后啊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椰片 它已经打破了原有的一个生长空间 而椰的正面呢 正好成了背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么它合成的椰力素 包括光合作用都会减弱 另外呢 咱们这样子在翻的时候啊 很容易导致 那么它这个径杆啊 就是折断啊 损坏 这也是造成减产的一个作用 如果说您是进行翻腕的话呢 真的还不如不去翻啊 所以说呢 我建议咱们可以进行提腕就行了 浪运朋友们大家好啊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上一期我们提到了 红薯到底是翻腕比较好呢 还是说提腕比较好 肯定呢 是提腕比较好 同时呢 我也讲到了 翻腕的一些弊端 那么这一期啊 好多的朋友们呢 就是咨询这个红薯啊 您光说提腕 到底应该怎么样提 有没有样的一些操作步骤 所以说这一期啊 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聊一聊这一块啊 大家首先可以看看 这个红薯秧就长得过于多以后 封闭这个垄以后 长的是密闭透风啊 第二个呢 这个侧根呢 长得也比较多 都会下扎入土 尤其下过雨之后 就需要我们呢 去进行这个提啊 提这个红薯这个腕 那么怎么样的提呢 有这么几个操作的要点啊 第一个呢 是这个依次提的时候 是从这个主镜部位啊 依次的往上 给它往上提啊 依次的往上提 千万不要烦啊 依次提 第二个是轻放啊 轻放不要扭 轻放最好呢 还是让原有的椰片呢 尽可能的是 占原有的一个生长空间啊 这样子呢 椰片的生长空间秩序啊 不会被破坏啊 这样子呢 是提过腕以后啊 它恢复的时间呢 是特别快的 一天呢 就可以恢复过来啊 如果进行翻的话呢 一般得需要一周的时间呢 才能够恢复过来啊 老朋友们大家好啊 本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啊 有一部分就是说 今年刚种植这个生姜的 就是缺乏这个种植经验 尤其是什么呢 这个生姜啊 就是说从这个六月份啊 一直到这个八月份 这段时间呢 就是高温比较存在 这个生姜啊 它是不耐高温的一种作物 所以说呢 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上啊 要给它做好一个 遮阴的处理方法 有这么几种遮阴的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说 可以呢 在这个生姜这个行间呢 去种植一些高杆的作物 或者是藤类的作物啊 你比如像玉米 种上玉米以后啊 就可以很好的 替这个生姜啊 进行一个遮阴处理了啊 或者说呢 也可以去种一部分 像这个西瓜呀 或者是西瓜呀 这种藤类的作物啊 适当的给它起一个架子啊 打一个木架 这样子呢 也可以很好的呢 替这个生姜呢 进行遮阴处理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 咱们呢 也可以去使用一些 麦结杆啊 然后呢 去给它平铺到 这个生姜这个上面 但是这个呢 有一个弊端啊 就是说 咱们铺上这个麦结以后呢 包括浇水啊 这个麦结 因为这个重量呢 是比较轻的 很容易浇水以后呢 这个麦结呢 就浮起来啊 给咱们就是浇水 带来一个不便啊 这是 这个麦结这块 第三块呢 就是说咱们呢 可以去采用这个 遮阳网的形式啊 比如采用这个 40%这个遮阳网 这种孔啊 这种这种方法呢 去给它进行一下 遮阴的这个处理 也就是需要啊 咱们在这个 生姜的 两边啊 打上木桩 然后呢 整体用这个 遮阳网 整体呢 捞过去啊 给它进行 这样的遮阴处理啊 或者说呢 咱们采用就是 高低啊 就是有 尖刺的 这个遮阳网形式啊 有梯度的 这样一个 遮阳网的形式 也可以的啊 也可以很好的呢 替生姜 进行遮阴 因为遮阴呢 主要就是 要避开这个 6月份到8月份 这个高温的 这种天气啊 以适应呢 那么生姜 它的一个生长环境啊 希望咱们农户朋友呢 如果说您有更好的 这个遮阴方法的话呢 不妨在评论处啊 发挥出您的观点 让更多的 种植生姜的 农户朋友呢 或者是新手 或者是小白 让他们呢 也能够学到更多的 在夏季 如何的做好 这个生姜的管理啊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